圈陣型 我们要讲一遍就是 披甲陣型 屈辱陣型 质量陣型 跟出生陣型 那我们所谓的披甲陣型 是在指什么呢 这个披甲是在指什么 或者说盔甲 这盔甲在指什么呢 这盔甲就在指六 我们所谓的六菠萝蜜了 或我们所谓的六菠萝蜜 我们说或者直接菠萝蜜来分什么 就六个道笔案 或者我们说 我们常常或者有人讲说什么 六道万恨 或者所谓的来讲的话 这个是来说什么 那因为为什么会有这种的 不同的用词呢 我们讲说菠萝蜜 菠萝蜜来讲 为什么它会有两种的解释方法 这是钟大师 在他的《入中论善险秘书》就讲到了 我们一般讲菠萝蜜的话 它有两层的意思 一个是什么是 正在菠萝蜜 还有一个是以菠萝蜜了 因为菠萝蜜的意思是什么是 到彼岸了 已经到彼岸了 就是到彼岸 所以我们所谓的菠萝蜜 因为它是到彼岸的话 你看我们说 我们中文听到到彼岸 很少人会说 我正在到彼岸当中 到彼岸是不是已经到了 到了对岸了 所谓的到彼岸 就是已经到对岸的时候 那我们福生大师的一般解释 也是这个意思 所以如果有比如说有 布斯波罗蜜 一直到智慧波罗蜜的话呢 或者波尔波罗蜜 只有谁有 只有佛陀兴趣才会有 布斯波罗蜜 一直到波尔波罗蜜 就是为什么已经到彼岸了 已经是超乎了众生 超乎了友情 到了彼岸 可是有另外一种解释 有些人说什么 这个波罗蜜不是已到波罗蜜 而是什么 正在到波罗蜜当中 像有很多别的主师大德们 他解释就是什么 他说所谓的六波罗蜜 在谁的心虚当中呢 就是在菩萨的心虚当中 因为他正在要趋往道彼岸 所以这个道彼岸 他就解释什么是 正在进行的词 有点像我们所谓 正在进行词跟过去词 我就常用英文的解释说 等于正在进行就是ing 正在做这个事情 那什么过去词什么 就是已经ed了 已经到了 已经过去的时候 那在道波罗蜜或道彼岸 它就有两层的意思 它可以是一个是 有一种解释是ing 正在做的一个来讲 那如果正在做的时候 就是什么 就是在菩萨的心虚的 如果到ed的话 那是什么 那是只有在佛陀的心虚当中 所以我们在这一边 所谓的披甲阵形的 简单来解释 或者简单的来做一个他的 对于他的一个 他简单的定义来修持是什么呢 就是依着修持六波罗蜜 任何一个智慧所设持住的菩萨的正量 或者菩萨来讲的话呢 这我们叫什么 这叫我们这个叫所谓的 这我们叫什么 我们这叫 披甲阵形的来讲的话 叫做什么 这叫所谓的披甲阵形的定义 披甲它的披甲是什么 就是六波罗蜜是为它的披甲 所以为什么要他这样子来讲呢 我们说 因为他 我们应该看一下课本 我回去跟大家解释一下的话 我记得我们上次是讲到哪里 就是在这个段落 就是披甲阵形的定义 就哪里的话 我们是不是讲到这边来讲呢 我记得是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讲到说 我上次要跟大家讲说什么 说 156页这边的话 他说 那么由修习六度的智慧 所设持的菩萨制 这什么呢 这就是披甲阵形的定义 这一句话 这就是披甲阵形的定义 这什么呢 因为可是这个 还是比较粗分的 我是不是常常跟大家讲 我们以前说 以福生大师 他在显明 佛母一支的目的来讲是什么 他是主要是为人家了解 而不一定是为了辩论 如果你看 我是不是在 我们在课堂上 我常常跟大家讲说 我这个是为了大家了解 如果大家要辩论的话 我就要再重新修辞了 因为如果要修辞 要修到那么紧的话 我们就比较难听得懂 因为他要把那个文字 那个罪词 或者我们 我常常以前跟学生讲说什么 你看我们在用白话讲的时候 因为我们口语就是有漏洞白出了 我比如说我说什么 我举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听到 我说我看到火了 我们用口语的时候 我刚才可以说 我看到火了 或者我说什么 我喝到一口水了 可是以经书来讲的话 这就已经漏洞白出了 我怎么会说喝到水 水是四大 它是触觉 地水火风里面的水 地水火风的火是触觉 我怎么会说我看到火了 可是这跟我们一般口语就不一样 我说我看到火了 我喝到水了 这是我们用口语来讲的话 那等于在这边来讲的话 福政大师在家的显明佛幕一支灯 也就是说什么 他是主要为了要大家要理解 他的目的 主要是让大家先去了解 这个来去做 而不是说要去辩论了 如果辩论的话呢 福政大师在他另外一本解释 另外一本有关 现观传言人解释 那里面就是把文字立得很精准 很详细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我为什么讲说 你看他说有 由修六度的智慧所设持的菩萨制 为什么我来讲的话 因为如果是披甲正行的话 不一定是都有六度的修持所设持吗 对不对 有可能只有修持 布施波罗密的这个菩萨 只有修持 实戒波罗密的这个菩萨 他所设持 或他心绪当中的那个智慧 就不是披甲正行吗 因为什么 因为他没有符合到 由修习六度的智慧所设持 对不对 他没有符合到这个来讲 为什么这边来讲 他说由修习六度的智慧呢 为什么不说 由修习六度所设持的智慧呢 就是为了后面来讲 我说有时候菩萨当中 他不一定有六度升起吗 例如说什么 我们常常讲说 菩萨入根本定的时候 菩萨入什么无间道的时候 是不是他只有 他只有 观修圣异地的智慧的时候 那时候何来的 布施 持戒 忍辱 精进 禅定 那些都没有嘛 这些都不具备的时候呢 那什么 可是不代表说 他的那个正量 没有被修持六度的智慧所设持住吗 这个设持住有两个意思 我们在以后都看到的 设持住有两层意思 一个设持住什么 是我现行的去设持 比如说什么 比如说我现在 我当然没有 我只是在举例子 比如说我真的有菩提心 和我当中又在修空振剑的话 我这个菩提心是 设持住我的空振剑 我这个空振剑也设持住我的菩提心 因为两个都是什么 在我的内心当中是互相为助半的 这是现行的设持 那有一个是什么 是我们说不退失的设持 它虽然没有 但那个余温没有失去掉 这在哪里 我们在 我记得以前 我们在菩提道次第广论的时候 学习的时候 我有翻给大家看 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翻给大家 我还记得那时候是 我在现观赚然论的第三年 在学菩提心的时候 现在我们常常 我讲大老师大老师 他还专门翻给我看那时候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讲的设持就是这个定义 他说什么 他说我们讲说修行的时候 不一定是 一定只有现行的那种 因为我们常常人家误会 对于说修行就是什么 只有现行的时候才是修行 没有现行的时候 就不是修这个东西的话 这是他们说在经书上面 就说这是错误的 他说什么呢 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 他说真正修 在这就是 我把它总结中大师的文字 我把它用白话一点来讲 他说什么 所谓修菩提心的时候 不是说时时刻刻在内心当中 都有菩提心才在算修 修持菩提心 有很多是什么 是我们早上早晨起来的时候 我们用力的去原念菩提心之后 他因为这样子的余温 他把我们今天所做的这个行为 他就设置住 这就被这个抓住了 就像我们刚刚在听课的前面一点 为什么我刚刚跟大家讲那一句话 就说什么 那我们这次回来听课的时候 因为我们重新再提起意乐 说什么 我不是只是为了学习一些知识的 我不是只是好玩的来这边 我是说什么 我是要去听闻波尔经的智慧了 我是要去修学佛教的五道实地的 我有使命是为我的老师 善知识 家人 亲朋好友 周遭的 乃至我可以说六道友情 我在为的时候 我们有提起这样子的一个动机 一个意乐的时候 那我们不要说这一年 至少在我这一座的听闻当中 是不是我们有一个正确的动机 我后面所听闻的都被摄持住了吗 我跟大家讲 我说我自己的经验 来讲说什么 我小时候也是这样子 我说 为什么大家常常问我说 那可惜你在上课啊 如果人家打瞌睡啊 你会不会怎么样 我说我不会怎么样 为什么因为我小时候 我就是在下面打瞌睡 最严重的那一个 可是到最后什么 是怎么改变 或者怎么改进 是什么 开始有学一点点的法 他每一次还没去听这些 我说我今天我不用求很多 我只要听到一个 新的一个启发 一个新的一个疑惑 可以生得起来的话 我就会感到那种 很发喜 很这样子 发现说每一次去听课 每一次去听老师讲的话 那个一个小时 或者两个小时 乃至三个小时 那时间怎么样过 都不知道了 一下子 不要说是打瞌睡 都觉得说 那种 我说比听书 听人家讲故事 都还好听 那觉得说 可以多听一些 因为听故事 那是人家 那种 想象力创造出来的 听人家在讲 修行的时候 你可以 如果真的有经验 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家是真的在讲 他的经验 带领的走向那一种 带领的走向完全的一个 新的一个领域 他不是那种 怎么说 我们说不是那种胡思乱想的 也不是塑造出来 他是真的把他经验 说出来的时候 那时间一下就过了 来讲的时候呢 那我们这个来讲的话 他就说什么 这是所谓的摄持住 所以那时候老师 我记得就跟我解释说什么 我是不是常常跟大家讲 以前举的那种 热水壶的那个 来定义 大家可能 大家比我还可能有经验 我们以前在印度 我们那个热水壶 没有像现在可以那个 真空的 它是什么 它是外面是铁的 里面是玻璃嘛 所以我每次 现在我们大家很多 很多台湾人去印度的时候 他们没有用过 他们以为那个热水壶 不要塞得很紧 我说你千万不要塞得太紧啊 因为你把那个木塞 塞得很紧 里面那个玻璃瓶会爆炸 他们没看过 可是我们叫什么 他为什么说这样 你看他所谓摄持是什么 你看你早上煮了很热的热水 你倒进去 你把那个木塞 轻轻的塞住的时候呢 是不是那个热水 可以维持住一整天的 都可以留下来 那什么 那就被余温所摄持嘛 虽然他没有实际在煮 所谓的线型是什么呢 线型就是我用火 实际在煮的时候 那叫线型的热嘛 之后虽然没有 没有线型 没有真正火 但是我已经把 以煮好的东西 倒到那个瓶子里面 把它余温还保留的时候呢 那摄持是什么 那种不退转的摄持 我们那叫不退转的摄持 所以 在这边什么 有修习 或者有对修持六度的这个智慧 所摄持住的这个菩萨的这个正量 或者这个菩萨的智 这个智 不仅仅是代表智慧而已 智慧是属于在智的某一个部分 这个智是什么 我常常就用正量 它所涵盖的范围更大 因为如果我们用智慧的话 我们今天大家有问到问题 我等一下会回答 是菩提心就不是智慧 我们这些心王都不属于是智慧 像什么禅定 布施 持戒 这些都不属于是智慧的这一部分 所以智慧只有在 简责那一方面我们才叫智慧 可是智 正量 就不一样了 出离心 菩提心 空正界的这个智慧 都在于正量 都在于智这一部分 所以我们说什么是 由 如果我要